中國時代很流行 例如這塊521、503、York 那些變色的老闆褲 那時是流行 over size 不知為何就買了36 到現在當然穿不到 《我的少女時代》這部電影 以台灣90年代集體回憶做賣點 成功想到不少影迷 至於香港的90年代 究竟又流行些甚麼呢 當時流行一些板仔的東西 當年流行軟硬 他又喜歡一些板仔的牌子 其實自己都會去跟看看 很花巧、大logo 就闊身短 我買的原因是經典 最重要是這個組合很經典 現在沒有了 不可能再發生 至於DJ Donald 最懷念的就是當年的煲袋 Temberland 九雅底帆算是 幾乎一街都是 Marble Carser的牛仔褲 連學友都穿著來拍CD封面 而當年Ice Fire 仍然是潮店裡 90年代尾多得木村 令到香港的日本潮流文化 變得很旺盛 日本人是純美的 香港人是純人 電視劇帶動時裝潮流 加雜誌 再加日本的風氣 你想像不到那種感覺 譬如香港突然有Web人 Web人有專門店 Levi's Double X的牛仔店 Big E Vintage的店 多如天天上繁星 總之整個香港的體系是美國問題 1990年代、80年代 他們襯501 多數用Red Wing 會是用Superstar、Pornworth來襯 以前Made in USA的鞋子 弄得很工整 現在反而鞋子 可能要Mars Production 已經沒有以前原主那麽齊整 年輕的時候穿得可惡 人人都試過 當年穿過最後悔的衣服 又是什麽呢 剛剛開始穿古著 我是穿一件T恤 襯了一條503 總之我記得很喜歡 總之那些Viva的牛仔褲 穿得白色高通高下 其實現在是有的 但當年覺得很醜 闊褲的 超級尺寸的牛仔褲 不適合穿的襯衣 B-Block的襯衣 還有衛衣 那些蝙蝠袖衛衣 那時候真是一波蜂這樣穿 就這樣去 還有有些是堅強賣的 一件事是 旱居的一件事就是 自己花了些錢去買東西 去旅行 還有去玩 賣樓 給我一個機會 反而又再做一次 我一樣會這樣做 真的很好玩 因為真的很好玩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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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